看看新闻网 爸爸妈妈这首歌献给你们 感谢你们的养育 他们嫌我女生不想要 才刚出生就被扔掉 可是我们到今天还能愉快幻想 领养之后得到的爱不少 在人群中遇到你 这是一种奇迹 那么相识的表情 皆开始识字迷 感谢杨与之恩 就算不是情深 把我当成公主那样的 感谢杨与之恩 早已经胜过情深 你们永远是我的情人 可能我的命运很离奇 也让我更懂得 用心去珍惜 珍惜超越血脉的亲戚 珍惜来自不易的重剧 吃个我们只想告诉你 我又懂我感恩 感谢杨与之恩 就算不是情深 把我当成公主那样的 感谢杨与之恩 早已经胜过情深 你们永远是我的情人 你们永远是我的情人 原家他乡也不会忘记 是谁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感恩的心永不会忘记 是你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欢迎两位 去把你们的爸爸妈妈请出来 和我们一起见见面 从刚才的歌词里面 我们只是知道你们的亲生父母 在发现你们是女孩之后 就把你们遗弃了 对 那小爸爸是什么时候收养的姐姐 2025年那个农历 爱月是爱收养的 刚刚一个礼拜 人家那个用一个篮子 人家都会放那个门口里 当时是被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吗 篮子里面是只有你还是 还有妹妹 是我自己帮来的 我的那个她的姐姐 她一个人 她方便分开的 妹妹是会怎么样的被 于爸爸 于妈妈所收养 逛街的时候我碰着她 逛街的时候 不然你不能见到这个女孩 都到门口 她会老到我们就到了 你们把我们抱去养养好不好 你们坐坐 那时候您自己家里有孩子吗 我四个女兒 两个男多 您有四个女儿 两个男 有六个孩子 余颖你能不能帮我回忆一下 因为你在您的 在你上头有四个姐姐 两个哥哥 你小的时候 你能不能你帮我回忆一下 小的时候 你在家里面的时候 有自己感觉到 跟哥哥姐姐 他们不一样吗 反正我们家里人 从来不说我是捡来的 别人说一下 我妈妈也会伤心 她说小孩怎么捡得到呀 我自己生一个小孩 你们就说我女儿是捡来的 那你什么时候确认 你自己是被捡来的 反正因为我知道 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孩 他们的父母年纪 怎么跟我父母年纪 差别这么大 明白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自己是被爸爸妈妈保养的 从小身边一直也会 有人会说 你是捡来的 不是他们亲生的 你有觉得爸爸妈妈 对你和对其他的兄弟姐妹 有不一样吗 没有 他们只会更加倍地去爱我 去等我 为我付出了特别地多 可是我今天来这里 我只想告诉他们 也想跟他们道歉 因为在我年少不懂事的时候 做了很多让他们伤心的事情 你说他们用尽全力去培养我读书 可是因为我的任性 我没有好好地去学习 我没有好好地去学习去珍惜 后来也不顾他们的阻力 嫁到异乡 所以可能会让他们觉得 我这个女儿是白养了 辛辛苦苦养这么大 却嫁到这么远 一年也借不到几次面 所以我很对不起他们 那怎么姐妹会后来又相认呢 以前我们江西那边是感激 那个369 她会跟妈妈 她妈妈和爸爸还是感激的 我看到 这个小女孩很像我小五里 我家肯定是双猫腿吧 在那个之前 你知道你还有个姐姐吗 他们都不知道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多大 13岁 如果今天不是站在这个舞台上 如果今天大家不是 亲眼见证这个故事 如果有人告诉你 你可能以为这是电视剧 或者你可能以为 这是一个小说里的故事 但是生活当中的的确确 有这样非常值得 我们尊敬的爸爸妈妈 我建议我们全场的朋友 用掌声 来表达我们的敬意 我反正尽我的努力 好好孝敬他们 对于老人 我只希望他们能身体健康 开心地过好每一天 我以后也会在今后的日子里 弥补我所做的过错 不难必然动荣 用相知相守 换地久天长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